女人 凯太医 怎么样了 你刚才说 得非是中毒所致 回皇上话 是慢性中毒 毒药是一点一点 进入娘娘体内的 今日娘娘跳舞 动作激烈了一行 似乎加剧了毒性 所以才导致娘娘突然昏厥的 可有解药 目前还不清楚 是何毒所知 但臣一定尽力而为 不是尽力 是必须 得妃一旦有什么三差两短 真为你试问 这 的 是 ...... ...... 说 是何人 受什么人指示 竟敢行刺本将军 你是天帝贵的 杀你为报仇 天帝贵的 嗯 给我抓起来 哪儿哪儿的 一个黄口都没留下 大人 原来是欧大人 属下来迟罪该万死 你们是何人 为什么会在这里 齐宾大人 属下是萧綦营管带 今日带士兵 到此进行骑车训练 听到厮杀便赶过来 没想到 请敖大人恕罪 留下几个人清查现场 其余的护送本王入宫 喳 没想到这敖拜的命 还真挺大 若不是碰到萧綦营的人 他早就是刀下跪了 我们的人 已经杀死了敖拜身边的 十个威士 只差一不久 可惜啊 还是功败垂成了 这次让敖拜侥幸逃脱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再对他下手了 王爷放心 我们在暗处 敖拜绝想不到此事是我们所为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除了逃脱的二人 你确定剩下的五个人全都死了吗 不错 没留一个活口 而且都是以天地会的身份出现的 赫拜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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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 希望赫拜会上当啊 攝 SCP-1040 terminology 脱子 tienes 小文你喝一口好吗 小文 Конечно 他 1040いうft 小雯 来 醒了 姐姐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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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醒了 姐姐 小雯 小雯 姐姐 姐娘姨怎么回事啊 快点过来 给她把把麦 太后娘娘驾到 儿子给皇后娘请安 老臣给太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得妃怎么样 她还在昏迷中 金太医 得妃之所以突然昏厥 是否因为中了毒 回太后娘娘的话 的确如此 得妃娘娘中毒不浅 臣已配了解药 只要得妃娘娘能喝进去 就会好转 什么人这么大胆 竟敢在皇宫内做出如此勾当 让哀家查出来 一定不会轻饶了她 皇姑娘 皇姑娘息怒 这件事情儿子一定会彻查 但眼下 还是先医治得妃的身体要紧 金太医 你查出得妃娘娘 种的是什么毒了吗 属臣无能 仅从得妃娘娘的身体状况看 尚无法判断种的什么毒 如果查验一下得妃娘娘 所用的食物用品 也许能找出毒物来源 皇上 皇上 卤才有大事禀报 什么事 殴大人在去封台大营的路上 御刺了 我把御刺了 他人现在怎么样 殴大人没事 但是情况万分凶险 殴大人身边的十二名精锐侍卫 死了十个人 幸好萧綦营的人经过 救下了殴大人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在御厨房 等着向皇上禀报此事呢 你去角欧拜 道重翠宫来吧 皇上 后宫种地 与礼制不合吧 为了得妃 还管什么礼制 朕不能离开她 你去吧 喳 怎么又是天地会 行刺的人自称是天地会的 目前朝廷局势复杂 会不会有人假托天地会 也未可知啊 那这件事情你禀报太后了吗 臣不敢隐瞒 臣已经禀报了太后娘娘 太后怎么说 太后娘娘说 除了后宫之事 以后此类事已 皆由皇上圣采 太后娘娘不再过问了 太后 果真是怎么说的 千真万确 太后娘娘这样做 臣深感欣慰啊 好 太好了 老伯 臣在 今天你们义政大臣 立行进宫议事 大家定会热议你遇刺之事 一会儿你跟你的同僚们说起时 你就认定是天地会所为 对了 你必须要指责一下朕 就说皇上太过轻视天地会了 这 臣不敢 怕什么呀 这是朕让你说的 朕又不会怪你 再说了 这是旨意 明白吗 臣明白了 臣遵旨 是 是 这是 这是 确实有些奇效 对 哎呀 各位大人 天地会又开始活动了 居然公开行刺我们敖大人 各位 一定要警惕 警惕呀 真是太猖狂了 连满猛第一勇士 京城九门提督 他们都敢动手 真是不知死活呀 天地会这次行刺 可以说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七名杀手 各个武功高强 他们身上所配的刀剑都涂有毒药 可以说是剑血封侯 嘿 要不是本将军命大 今天就不可能跟诸位王爷在一起 喝茶议事喽 喝茶议事 而且啊 皇上对天地会是太宽容了 这才让他们愈发地壮大 以致成为我们大清最大的敌人 哎 皇上实在是太糊涂了 不错 对于天地会 岂止是宽容 要照我说 简直就是纵容 我说嫉妒啊 你不要太激动 天地会的危害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皇上就算原来对天地会有些纵容 但其贼手臣尽难以死 只剩些乌合之重 所以这件事就不要多意了吧 你哪里 我 你你 女儿 女儿 太后娘娘 金太医说 德妃娘娘的情况 能治好的希望 怕是只有一两分了 一两分的希望 不会吧 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话 这还是昨天奴才问他时 他的回答呢 金太医还说 如果这两天 娘娘还醒不过来 恐怕就要准备后事了 怎么会这样 什么 什么 金太医 你让朕有个心理准备 你说德妃 她会 不会的 不会的 皇上 皇上 今天给德妃娘娘 未经区的一点药 又全吐了 德妃娘娘不能禁药 更不能进食 毒性未减 且还在伐作中啊 德妃娘娘 肯定是挨不了多长时间了 皇上守着德妃娘娘 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 皇上 臣担心哪 皇上的龙体顶不住啊 臣叩请皇上 为了大清的江山设计 请皇上回西暖阁休息一下吧 皇上 皇上 这里有金太医 有奴才 有寇寇 不会有事的 皇上快回去休息一下吧 你们不用再全知了 在德妃没有醒来之前 这是绝对不会离开她半步的 你们都起来吧 皇上 皇上啊 金太医 朕现在命你马上 再去验一遍德妃之前用过的所有东西 一定要给朕找出独有的来源 好습니까 陈 灵旨 去吧 小婉 你快醒醒 好吗 朕已经好几天 没有看到你笑我了 没有听到你叫黄公子 朕现在好希望 你能醒过来 给朕跳跳舞 给朕唱唱曲 小婉 朕知道 你一定能听到朕的呼唤 赶紧醒过来 好吗 朕念 万岁爷 太后娘娘来了 儿子给皇后娘请安 奴婢给太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皇后娘 您看看她吧 皇后娘 皇帝 威娘答应你 一定会把凶手找出来 但你也要答应威娘 回西暖阁去休息一下 你看你现在 多憔悴 娘看着都心疼 皇后娘 现在像完这个样子 您说我能离开他们 我娘知道你心疼 我娘心里跟你一样 可你贵为天子 不可以只考虑 单单一个德飞 而是大清的江山 和万千子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妹妹坐 多谢皇后娘娘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果真的 你知道那中罪宫的情形吗 听说 德妃已经昏明了好些天 怕是不行了 妹妹当时也听到了一些消息 说这个德妃 是慢性中毒 毒性已入脏腑 也是滴水不浸 甚至 饮药都喝不尽了 本宫一直在琢磨这事 你说这德妃 是被人害的呢 还是吃了用了什么才中的毒 若是 这宫里的东西有毒 那也不可能只有她一个人中毒 妹妹倒是觉得 她被人下毒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妹妹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觉得芭城啊 她是被人下了毒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下毒之人的手段真是高明 连金太医都束手无策 就连怎么下的毒 都查不出来 是啊 这个人不光手段高明 而且还胆大包天 皇后娘都已经接纳得妃了 她却执迷不悟 这要是查出来 一转是死罪 妹妹 听你这话的意思 莫非你知道这下毒之人是谁了 姐姐 妹妹哪里知道 妹妹只是瞎猜而已 那你就猜猜看 是谁有这么狠的心 下这么毒的手啊 姐姐 这我哪敢瞎猜啊 再说了 恐怕 这下毒之人 她早已经做好 断尾求生的准备了 断尾求生 好词啊 姐姐平日里只觉得妹妹 十分的伶俐乖巧 没想到妹妹 还有这样的心机 这也是多亏了姐姐的点拨呀 后宫如此险恶 妹妹不得不逼着自己 多用点心 是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这德飞真的走了 不管是何人下的毒 我们后宫都会恢复往日的平静 咱们也不必再为了他 而这么头破血流 因此说来 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姐姐说的有道理 凭心而论 这德飞呢 他是个好人 他都快要死了 还不准我们去看他 妹妹这心里 真是挺难受的 人各有命 怪只怪 这德飞没有这样的福分 我希望有个好人 可怕 我心里面有什么 伤害 我们的死 是 我们的老人 有什么 有什么 我们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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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就让皇上守着德妃吧 看眼下这个情形 皇上肯定是不会休息的 太后娘娘 万岁爷跟德妃娘娘的感情 如此之深 奴才 奴才真是感动万分哪 奴才也恳请太后娘娘 还是让万岁爷 多陪一陪德妃娘娘吧 那好吧 额娘就不再劝你了 但你要答应额娘 一定要按时尽善 喝水和休息 额娘听说 自从德妃昏迷之后 你已经几天立米未尽 这怎么行呢 你若不肯答应 额娘便也学你 也不用善了 儿子答应皇后娘 儿子这就进善 好吗 那 那奴才赶紧吩咐御善房 备善 欺变皇上 这是制衣局 给德妃娘娘赶制的衣服 做好了刚刚送来 该死的奴才 敢待这时候进来 把衣服给我 出去 这 那契 中翠宫到底怎么样了 他们不让我进 我只好把衣服给了 当值的太监就回来了 不过 听他们说 德妃已经病入膏肓 时日不多 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好 不过本宫还是有些疑虑 为什么我们之前 下了那么久的药 都效果甚微 而这一次 作用这么大呀 灰娘娘 实不相瞒 是奴婢自作主张 加大了些伎俩 再加上德妃那天 有剧烈运动 出了很多汗 加快了机体吸收 所以 所以才会突然晕厥的 糊涂 娘娘恕罪 奴婢只是想 早日完成此事 所以 所以才铤而走险的 罢了罢了 事已至此 本宫也不怪你 反正她董小婉 也活不长了 只要董小婉一死 就没有人能够阻挡 本宫封后了 你起来吧 谢娘娘 娘娘 王爷 有句话让我告诉您 我 我一直忘了说了 什么事啊 王爷说 他说什么呀 王爷说 娘娘您不可能 被册封后卫了 你说什么 姐姐 如今这董小婉 命在旦夕 想必姐姐 一定很高兴吧 说来也奇怪 本来本宫 应该是很高兴才对 可事到临头 本宫却怎么也 高兴不起来 姐姐这是怎么了 前段日子 本宫跟德飞接触得比较频繁 本宫发现这个董小婉 十大提董礼节 有不少地方 让本宫十分钦佩 有时候 甚至都会忘了她是个汉女 即便想了起来 也不会觉得她可怕可恨 相反 倒还觉得她十分地可爱 妹妹真是没想到 姐姐会这么说 那妹妹 也跟姐姐说几句实话 其实妹妹 现在也不记恨她了 你说这董小婉 想她一个汉女 只因被皇上喜欢 被带进皇宫 便说我等这般奚落 可她不但不记恨 还强颜欢笑 与我等周旋 单凭这一点 便实属难得呀 可不是吗 想想我们之前 对她所做的事情 未明有些太过分了 就算我们再怎么样 也没有想过 要置她于死地呀 也不知道 这次的凶手是谁 竟然如此狠毒 事情不是明摆着吗 凶手不是皇贵妃灵珠 便是皇后多纳 妹妹倒是想过 是皇贵妃 但没想过皇后 本宫之所以会怀疑皇后 是因为那个蝴蝶案 本宫可以断定 是皇后干的无疑 当然 这次毒害德妃 皇贵妃的嫌疑更大一些 不管是皇贵妃 还是皇后 胆子也太大了 他们就没有想到 这个后果吗 他们哪想得了以后啊 只顾着眼前了 你看着吧 这次皇上 必会以查到底 而皇额娘 恐怕也不会放弃追查的 只要董小婉死了 凶手 就必须要以命偿命 除非她将这案子 做得天衣无缝 可以瞒天过海 那岂不就是说 这次皇贵妃和皇后 必定有一个人 要掉脑袋了 没错 你我就等着好好看戏吧 他们两个人当中 不管是皇贵妃 还是皇后 有一个人倒台 本宫都要大笑三天 妹妹同姐姐一道笑 娘娘 王爷知道 您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再三嘱咐过 您一定要冷静啊 娘娘 你让本宫如何冷静 本宫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丰厚 可是你现在却告诉本宫 说此事都没有希望了 本宫如何冷静 你叫本宫如何冷静啊 可是娘娘 事已至此 咱们还能怎么样呢 若娘娘在因此 有个什么闪失 被别有用心的 人抓住了把柄 娘娘可是得不偿失啊 还请娘娘三思 娘娘 您的伤心奴婢能理解 可眼下得非未出 皇上他们 也一直在找下毒之人 您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呀 娘娘 起来 谢娘娘 这件事情 让他们如何惊喜 也查不到你我头上 董小瓦一旦死了 她的随身用品 都要按规矩随葬 只要她一下子 我们干的这件事情 就死无对证了 娘娘 奴婢婢 奴婢是担心 万一董小瓦没死成 或者在入葬前 被人识破了下毒的法子 董小瓦一定得死 必须得死 只要有本宫在 本宫就一定不会让她活着 要您 Sai 她lında 做 programmer 恢复 曉雯 快点醒过来吧 你都很久没有跟朕说过话了 你都很久没有 皇上 启禀皇上 这是制衣局给德妃娘娘赶制的衣服 做好了刚刚送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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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姐穿的这件衣服 有没有特别的味道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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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喜欢 皇上 皇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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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上盛名 内衣上果然有毒 德妃娘娘的好多件内衣 都被人精心用毒药浸泡过 金太医 既然找到了下毒的来源 那德妃 德妃就有救了 是啊 臣医患了药 德妃娘娘喝了没吐啊 臣可以担保 德妃娘娘很快就可以好起来 好 金太医 这么说 娘娘很快就可以痊愈了 是 皇上 这真是他让人欣喜若狂了 是 真是他让人欣喜若狂了 万岁爷 那奴才 赶紧把这喜讯 并报给太后娘娘吧 好 殷格 卢自赞 朕命令马上把质疑局的那棋 抓起来 无论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审出到底是谁在幕后 主使那棋下的毒 殷格尊旨 是 皇上 都已经换过了 小雯 真来看你了 你 不说是 不是 是 你 不是 你 是 我 你 是 小婉 皇上 姐姐 你终于醒了 都快把口口吓死了 口口 你知道朕要多担心你吗 姐姐 我已经让拿齐出宫了 好 坐吧 谢姐姐 对了 姐姐 你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让拿齐出宫呢 因为他们已经查到毒源了 我也是偶然听说的 这样一来 董小婉独一亲身的秘密 自然就被识破 身为质疑局的女官 拿齐一定是第一个被抓 拿齐一旦被抓 难保她不会供出些什么 这毒源这么快就被找到了 也不知道那董小婉 到底是死是活 是不是因为怕乱 所以封锁了消息啊 董小婉是什么人 值得死了还密不发丧啊 她哪有那资格 是是是 姐姐你别生气了 妹妹只是因为一时紧张 所以互相瞎想了 但是 这毒源被找到了 他们要是查起来 我又去过制衣局 会不会被看见呀 如果他们发现 拿齐不见了 那岂不是更糟糕 这个你放心 皇妃们为了依附的事情 都会去制衣局找拿齐商量 本宫也去过好多次 就连董小婉自己也去过好几次 倘若他们问起你 你就说是为依附的款式 去找拿齐商量 你是皇妃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主子 主子 皇上的侍卫统领 朝制衣局的方向去了 是 好快的动作 这样看来 那董小婉还没有死 姐姐 你真是神机妙算 幸好你当机立断 让拿齐走了 要是晚了一步 那就全晚了 夸奖就不必了 妹妹还是先回去吧 现在是非常时期 咱们还是少见面为好 快走